來,進入到四十三條 那麼,四十三條 大概 大概 來,請 來 來,那個黃偉 那個四十三條的部分 時代力量黨團所提出的再修正動議 是要去解決 我們現在在實務上面 所出現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什麼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 我先講我們基本的價值 一個法官如果貪污的話 一個法官如果貪污的話 不准 從納稅人這邊 再領任何一毛錢 但是我們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現在的狀況是說 行政訴訟程序拖很久 那在整個懲戒 懲處的程序當中 現在雖然我們採取所謂的行程並行 但是大家實際上面去看案子 那個法官放到這種案子 自己都會搞事實上停止審判程序 什麼叫事實上停止審判程序 我也沒裁定停止 因為不構成裁定停止的室友嘛 我案子放在那邊睡啊 睡2年3年4年5年6年7年8年啊 案子就在那邊睡 案子睡以後說 我們有破例先把他停止了 先把他停止了然後繼續領半縫 那貪污欸 什麼事也沒幹欸 國家還給他半縫 我講一句不客氣了 納稅人是有欠你喔 你今天如果說好 國家還你 說整個程序還你清白 你沒有貪污受惠很好 你該有什麼權利有什麼權利 本來就可以回覆 但是如果最後認定是什麼 認定是說你有罪判決確定 或者是職務法庭裁判確定 你有貪污的行為 那對不起囉 前面 停職時間所領的縫階 全部繳回來 你要把這個稱為陳玉珍條款 我也沒意見 我就沒有辦法理解 當初你們給陳玉珍停職的時候 憑什麼還發半縫給他 給他領多久啊 9年欸 那扛納稅人之凱 那9年他為了國家做什麼事情 什麼事也沒幹啊 每個月還要給他 那你如果說是其他的事情 我也就不追究 貪污這個事情 我無法容忍 那你說好沒關係 給你個案談判的空間 那停止職務的時候 要不要給半縫 然後掌握在你們手上的權利一線 那這個 我還OK 那但是一旦 有貪污確定 不好意思喔 如果前面沒有給就算了 如果前面停止職務有給 每一分每一號 全部都要追回來 好 那院長 請各位 讓大家 Focus一點好不好 好來 四三條齁 第一項第二款 蚊子上面我們和實在是不一樣 對 這個大家先談一下 好 那我們認為蚊子可能比較完整 然後到最後一項的時候 有關於 貪污要 要不要 今次時間要繳回好 請司法院 你照各種法律上 你答不清楚 來 請司法院要不要說明一下 這個當然 在想像上 既然是貪污 他 他就不應該受贏 但貪污前不一定是他 領得奉級 他有可能貪污沒有多少 但是判的罪很重 或者是因為案情 金額不大 案情複雜 所以拖很久 那現在呢 這個貪污確定以後呢 在停止期間給半薪 上一次全域不可提 但是基於 生活上必須 你沒有給他那些錢 他可能就會 沒有辦法活下去 那 現在 給他錢是為了讓他繼續活下去 他已經都 概念上就用光 你要判決有趣 又通通把他挖回來 這個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 那他不就不要貪污就好啊 那 那是兩回事 怎麼兩回事 貪污判刑是一回事啊 你貪污之後 他繳回來沒有錢 那是另外一個處置方式啊 我覺得你這個理由 講出去會被全國人民笑 貪污所得 你 現在給他半薪 一般公務員 那貪污也沒有再繳回來啦 來 來請 我們一樣一樣啦 第一個 我對於剛剛司法院秘書長所講 貪污可能也沒有貪多少錢的這種說法 我完全無法溝通 我完全無法溝通 我再說一次 我完全無法溝通 什麼叫法官貪污也可能沒有貪污多少錢 這個是司法院的標準喔 這個是司法院的標準喔 我只是在說貪污跟這個分別的關係啦 我完全quot你的每一個字啊 我一個字都沒講錯啊 但是我覺得這種觀念 在這邊要講清楚啊 什麼叫做貪污沒有貪多少錢 你法官貪污就是貪污啊 不准再當法官去坐牢剛好而已啊 告訴你什麼沒關係啦 那第二個 過去所發生的事情是什麼 過去所發生的事情 我們大家打開天窗說亮話啦 就是ABC有貪污 ABC罪有貪污被抓到 判刑了以後 所有被這個法官判過的當事人都在問 欸啊 我的案子呢 如果我輸了 是不是因為你收對方的錢 只是你們過去在清查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跟大家講 沒有沒有 經過我們清查 前面的案子都沒有問題 我老實跟你講啦 我在民間社會聽到的是 沒有人相信這種說法 剛好就這三個案子貪 這三個案子抓到 其他前面這個法官真的是 非常的清廉都沒有在貪 我們清查過的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已經是嚴重違反了社會的經驗法則 好沒有關係 我們回來就事論事 標準還是一樣 就是 法官貪污 前面那段期間當中 停職的時候 我們講清楚喔 停職就是他沒有幫國家做事 我錢把你要回來到底有什麼錯 那你說未來公務人員要普及 我也贊成啊 請你推動相關的修法 但是我就是看到陳玉珍的那個案子 我簡直不敢自信啊 史上最貪女檢 貪了那麼多 停止執行職務 然後每個月國家還花錢養他 我講這件事情我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找到任何一個人聽得下去 說國家的制度應該這樣設 來 來 是不是那個齁 前訓部講一下吧 前訓部講一下 貪污是他當然是 全部被摸搜了 貪污所都被摸搜 這個當然是 他怎麼立法都可以討論 請前訓部講一下 好 全訓部在講之前 沒關係 我只是法官跟一般的公務員還是不太一樣 不然薪水不會差那麼多 保障不會比公務員沒有福利那麼好 所以要講話要很小心的講 好 不好意思 我剛才提到的那個是德制 也就是說那個有主管機關 有權責去判斷給或不給 那至於說賴其生活那個規定是以前的規定 那公務員縫就修正完以後就是德的意思 這個 這個 委員 委員上次在委員會社有問過我 那也提過 所以這是德 所以那是發給半縫 發給半縫 那今天回過來就是說 我們真的我們那個方委所提的這個 就是那個 最後一項說實證法官 或司法院大法官有貪污行為 所以經判 經有罪判決 確定 或者經執法零判確定得 而受五十條第一項 前三管制承諧處分者 應交為停職之間之奉擠 那個擠是多的 因為它只是本縫而已 它是沒有其他 所謂的擠 依照那個公務員奉擠法第五條的規定 擠就是專業家擠 職務家擠或地域家擠 但是在停職期間是沒有家擠的 只有本縫一項 或者叫年工縫一項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說我們的審查委 你們要通過這個規定的時候 那個擠一定要拿掉 因為它本來就沒有你家擠 那至於我們條案裡面 就研條裡面有提到說 所謂三分之一那個部分 是因為第七款 它有時候經中央機關 衛生機關證明意 是不能升任職務的那個時候 那種情況 跟前面其他機關是不一樣 才有三分之一 所以這個東西 就我們全區部 就我們的夜館部分的專業部分 提出這樣的建議說 假設 假設這個條案要通過的話 那個加擠 是以繳回庭職員所領之鳳擠 那個擠一定要拿掉 因為他庭職員是沒有拿家擠的 所以應該是 是本縫 或 應該是本縫或年工縫 法官有年工縫嗎 是不是 還是這本縫 法官法 叫本縫 就是那個縫 民宿長 來 明天你要去被審大法官了 你要表現一下 這個東西 對於這個貪污的痛恨 我不下於任何人 不下於任何人 從過去 從當檢案開始 我辦了多少的貪污 法官的貪污 我已經講 我們都有那個被害人的感覺 我們一輩子認真清廉 受到一些貪污法官的牽連 那我現在不是在談這個個案 我是在談制度上要不要 如果大家覺得說無妨啊 法官貪污 你要把所有的都追繳回來 能不能火是他的事 因為他貪污了嘛 罪無可涉 我也沒意見 應該是這樣 那檢案一下就好了 對啦 因為 法官齁 跟一般的公務員 他們的社會的地位 社經地位都比較不一樣 就像一般大家對政治人物的要求 也會比較高 一直都一樣 好來請各位 這樣啦齁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選擇 立法選擇 我想 應該說把這個 最後一項加進去 打開 要去抗議的話 是很難的 應該是加抗議啦 那極就不要了吧 本縫 對 就扁縫 就扁縫 因為他沒有加極 那都沒有了 對啦 就照那個公務員 那什麼話 那個沒有加極 陳建華 寫法議 那個齁 要寫本 把它改成本縫 我一點 都沒意見啦 那只是文字上面做調整的部分 只要確定 跟我們法官法這邊 給法官的那個 給他的錢 的用詞相對接 這樣就好了 最重要的 是把這個立法原則 給確立下來 那但是 我還是要再講一句話 就是說 這沒有什麼 讓他活得下去 活不下去的問題 那感覺好像是我們以前 他領法官的錢 全部都要把他追回來 不要給社會大眾 有這個誤會 這個標的很清楚 停職 那你就沒有做事嘛 那你最後貪污 我把你錢要回來 這天經地義 天公地道的事情 沒有什麼對法官過課的問題 那講到好像我們今天過了這個法 就不要讓法官活下去 這個 這個 這個帽子太沉重了 院長 來 我想 也不要再扯到什麼活下去 活不下去 現在是一個新的 這個制度的選擇 一個政策的選擇 都很清楚 當然應該是一次決的 嗯 至於 還有第六款那個 第六款那個 就照民進黨的怎麼樣 照民進黨那個 有沒有意見先談一下 比較 因為你說主任期 好像比較簡單 對啦 好不好 好 第六款 第六款的部分 就是有客觀事實 主任其不能執行職務 經司法院 邀請相關專科醫師 及學者專家組成小職認定者 不要主任其 不要主任其 這個好像 這個好像 好來 請 在檢查的時候 其實 衛福部的代表也在 他那個時候 有十幾個 還二十幾個法律 都有這一款 但是只有一個案件 所以根本就沒有執行過 大家都在做好人 就是你很明顯的 有這種狀況的 執行公權力 不管他是不是法官 大家都不會去處理 所以你不管怎麼寫 其實這在講的是 精神衛生法裡面的狀況 你不管怎麼寫 其實你們要敢用 要能用 不然的話就不要寫 我們現在是因為怕歧視 所以把它改成這樣 其實也沒有發動過 這個沒有錯吧 好來 請 請 因為 那個 對不起 因為在這個領域裡面 我沒有那個 像王龍章委員那麼專業 所以我只想要請教一下 是說 本來 他有客觀事實 任其不能執行職務 然後 但是 這樣子的寫法 我完全看不出來說 跟他的身心狀態有什麼關係 什麼叫做有客觀事實 主任其不能執行職務 譬如說 那個法官 他突然把他以前學過的法律 全部都忘了 這樣算不算是 有客觀事實 任其不能執行職務 這一條的規定 其實是為了符合這個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避免對於身心 有狀況的人 特別為歧視的規定 因為如果按照 這個我不反對 所以就把身心狀況不能執行職務 這個把它拿掉 不要說 是因為身心狀況不能執行職務 才有這個條文 所以任何的狀況不能執行職務 都爆發在裡面 都爆發在裡面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如果有個法官 有一天把他之前 學過的法律都忘了 這也該當這款嗎 那這個 就是說後面要有醫師來鑑定 對啊 這個就是我下一個問題啊 就是 他有沒有把他以前的法律 全部都忘了 這個光醫師有辦法鑑定 這差別到底 那樣協法和現在協法 差在什麼地方 那爭辯是哪一個點 不是啦 我現在就是在請教他 你的射程範圍到哪裡 我想要搞清楚嘛 所以我在請教他嘛 兩邊的範圍應該是一樣的 但只是我們在法律上 對嘛 所以我還是在回來問嘛 我的意思是說齁 要避免歧視不寫身心 這個我都贊成啦 這個我也可以都了解 這個不是我現在問題的focus 我現在問題的focus指的是說 當你要處理一個不要歧視的問題 把身心拿掉了以後 我們面對的法律條文 就是一個開放式的條 開放式的概念 什麼叫開放式的概念 你只要有客觀事實 主任其不能執行職務 那這個開放式的概念就很大 那就是那個邊界那個範圍 到底在哪裡啊 個案判斷嗎 因為其實只要有這樣的狀況 不管他是不是來自於身心狀況 其實都不應該執行職務的 好來請那個政委 我們在委員會談的時候 就把這第六款的文字大概有 有理解了一次啦 就是說本來是處理身心狀況 我們現在把它寫成客觀事實 足以認定其不能執行職務的時候 其他的客觀事實都在前五款 所以你又把 然後你後面又加了專科醫師級學者專家 又把它拉回身心狀況 現在是這樣啊 所以 所以這邊這一款 我剛剛講了包含那什麼醫事人員 一大堆都是有這一款 但是後來發現說只有一個個案 全部各部各機關加起來就一個個案 現在你在原條文裡面就是說 由主管機關去認定嘛 就是如果你用主管機關去認定 就不要把那個什麼專科醫師都弄進來了 有客觀事實你就 你就 司法院就自己處理掉就好了啊 那如果你這邊寫專科醫師跟學者專家 那就是身心狀況了 你又不敢寫進去 這就是矛盾所在的 來 那要怎麼修正 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彈不下來 你咋要不要這樣 所以 整款拿掉依我們目前的狀況來說 根本就不會有 你們根本就不會發動這一款 依照目前所有各機關有這一條款的 各專職人員 法官根本就沒有發動過啊 寫進去之後你反而增加矛盾啊 好來 來 段偉 那個政委員的意見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 他沒有 案例或者只有非常少數案例 那個不是因為 他要經過誰認定 的問題 而是在於大家相怨啦 啊 這個法律你沒辦法定嘛 你沒辦法定人說你一定要去認定 這個沒有辦法 那個當然就是 這個是機關的問題 那所以呢 我大概可以了解 這個黃委員的意見 在這裡面 就如剛才這個政委員所講的 這個非常清楚 他講的就是身心狀況 只是呢 我們迴避這個字眼 那否則的話 要有什麼東西 是要由意識來認定的 其實就是你的身體跟精神狀況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什麼 沒有 那如果依照 時代力量 就很簡單 有客觀視職 足 認定 身心狀況不能執行職務 進司法院 所以這邊又有爭議 就是說 司法院要去認定 那是誰認定 對啦 可是我今天議長說 你這個精神不好 我不讓你執行 那可不可以 所以我們就跟他加了一個專科醫師跟學者 對 你必須要去 你請他先來鑑定啊 怎麼樣 怎麼樣 沒有啦 就是齁 大家在講的我完全都聽得懂 但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是 我們現在到底在做什麼 就明明要處理的是身心狀況 但是又不能寫身心狀況 然後導致概念上面出了一個開放式的概念 有客觀的事實 逐任其不能執行職務 那我那個法官我如果拿五題 今年司法官考題最基本的題目 全部都答錯 那你如果問我的話 我覺得他可能沒有辦法執行他的職務了 那連一般畢業生都可以答對的 法官沒有辦法回答 那這個問題可能非常的大 我如果提一個建議就是說 因為線型條文是身心障礙 那我們如果說把身心狀況放進去 那請問衛福部的意見 我們衛福部有獵襲嗎 來衛福部 我先送一下 好來 這樣的一個用語 就是身心狀況沒有改成客觀事實 不能致運之物 現在有八種法律都是這樣規定的 都改成這樣的用語 就是剛剛提到的就是到底有試完 前面啦 身心狀況把它改成這個我們的修正條文客觀事實主任這個齁 目前有八種法律都是用這樣的條文 包括 四月十九號 對 醫師法啦 還有這個 藥師法 醫師檢視法 原障害法等等等等 一共八種法律 都是把這個身心狀況拿掉 直接用有客觀事實 逐任期不能指引職務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到底要如何來認定 如何來認定 那我們在醫師法裡面 他一樣是跟我們這一樣 就是說 邀請專科醫生、學者、專家、小組組成的來認定 他並不是由司法院來 對對對 所以我們是參考其他法的立法力把它規定 來 這一條怎麼樣 你們的建議 具體一點 讓大家都能接受 所以我剛剛有報告 其實這個條文 現在的立法的方式 在我們其他法律都已經 所以這個 你 我們第六款這個沒有問題啦 沒有問題 那 好就可以 因為 院長我補兩句話就好 第一個就是說 第六款 就按照剛剛司法院講的 我沒什麼特別的意見 他們要這樣寫就這樣子寫 只不過 反正看以後 如果 有問題再來處理 不是啦 有問題你到時候事情就很難處理 我先打院長報告 不過 如果 如果 如同鄭育彭委員所預料的 這個根本就是 裝飾用的 那 所以我沒那麼在意啦 我 43條 實在力量黨團 就唯一在意的 後面 就是剛剛最後面 那個錢要拿回來 來 鄭委員來 後面這個 最後一項這個貪污 因為 如果用時代力量的這個版本的話 實任法官或司法院大法官有貪污行為 這是前提嘛 經有罪判決決定 或經職務法庭裁判確定而受 第50條第一到前三款 那如果是貪污為前提的話 那第15 第50條的第一項的那個不管幾款啦 其實都應該要追回啊 因為他已經貪污了嘛 那貪污了如果你的職務 你的那個 懲戒 是什麼減少退休金 然後剝奪退休金 那是他們的事情 但是在中間這個 你既然貪污被確定了 也被懲戒了 那所以櫻角期停職期間所領之鳳 其實都應該比照辦理啊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 沒有 現況沒有 現況就是說 他的扁縫的一半 他還是沒有追回來 是 他現在要立法就是要追回來 就是說如果這一項的寫法是 有貪污行為是前提啊 對 要件嘛 對 那我不管 那理論上剛才黃委員也講了 大家都對於貪污行為 法官的貪污行為是 最無可設啦 嗯 那不管他根據第50條 他做了什麼樣的處分 前三館 其實我認為他的那個 停職期間之鳳都應該要追回來啦 我們先處理43條啦 是啊 所以你們就同意這樣子嗎 不是我認為應該是 受第50條第一項 知懲戒處分者 沒有什麼前三館了啦 黃委員 你了解我的意思嘛 前三館是判得重 什麼停職啦 撤職啦 其實他們 他只要是貪污確定 被處分 被懲戒了 其實這個 停職期間所領之鳳 全部都應該要追回啊 不管你 懲戒委員會應該做什麼處理啊 因為他貪污是已經 在第50條已經有規範了啦 前三款要拿掉 不是不是 他這個最後一項的這個文字喔 第50條的第一項前三款 前三款那個也拿掉 他在概念上面喔 是跟前面為什麼寫前三款 因為會搞到停職的 他最後懲戒處分的種類 就是前面那三種啦 因為貪污而停職的 大概就是前面那三種啦 你說在概念上面說 他因為貪污 然後而被停職 然後最後搞出來是申戒 我老實講啦 這已經超越了 我可以想像的範圍之外 那但是 如果我也不要因為這個而卡著 那沒有關係啊 那就不要設限 政委員講的 我也可以接受 但是我就實際講啦 你所講的狀況 第四款第五款 跟這個不會並列啦 第四款跟第五款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啦 然後第六款跟第七款 在貪污受懲戒的時候 絕對不可能只有這種處罰啦 如果有這種處罰的話 那個處罰之本身啊 就已經足以把那個整個 懲戒法庭給翻了啦 那不過沒有關係 如果要這樣 不要限前三款 然後不要設任何各款的處罰 我們競表同意 怎麼樣 好來 內容不一樣啊 因為貪污其實也是有輕重嘛 他今天可能只是 因為人家的送禮送到一萬塊 這樣可能也構成貪污啊 跟說他今天去跟人家受受毀弱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就違法判決 這個程度是有不同的 所以如果說 他真的到懲戒了 變成是一個申戒或罰款 表示說他的情節 是相當相當的輕微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要跟那種 對不對 貪官污吏 法官他去做這些的 違法判決 貪官的這種東西 統一的處理 我是覺得還是 我會覺得說還是維持原來的 不好意思喔 游委員我在這件事情上面的價值判斷 跟您不一樣 就是兩個部分 當法官貪污的時候 就進入了貪污治罪條例了 進入貪污治罪條例 那個最低本型 都是非常非常重的 不管你有沒有違背職務 不違背職務也一樣 那個都是重型啊 因此我剛剛才會講 在懲戒的世界裡面 對我來講是疏難想像 疏難想像說 搞到最後 那個法官貪污了以後 在我們這邊的懲戒處分的種類 竟然會只有罰款跟申戒 那基本上的情況 都是配合前三款 的方式在做的 那中委員剛剛那樣講說 他擔心有極端的狀況 有法官貪污 我們這個竟然給他 指罰款或申戒 這樣子不足以禁效尤 要把他全部都含掛在裡面 那雖然我認為啦 就是概念上面難以想像 實際上面 如果出現這種狀況的話 整個職務法庭可能會大地震 台灣社會 這個案子大概沒辦法忍受 那但是要把他包括進來 我一點意見也沒有 就不要設前三款 不要設前三款 前面你說罰款也好 申戒也好 全部都涵蓋在裡面 我贊成 這裡面有兩個 這裡面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有罪判決 一個是 執法庭的處理 有罪判決 你還要拚喔 我們都照這樣去處理 這個是有罪判決 一個是執法庭 既然有罪判決 一定莫說守則 已經抓一關 當然 停止時間 那個要追悔啊 這沒有錯啊 所以不必再複雜化了嘛 先 我們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 不要一下子跳來跳去啦 四十三條 我們 第六款 就照 司法院的建議 跟民進黨黨的 協商修正 我們來 來通過 第六款 但是後面 後面這個 就照時代力量 但是那個沒有加急 是扁控而已 那個加急要化掉 這樣來修正通過 大家有沒有意見 好 那就這樣處理 四十三條 就這樣處理 不要再涉及到其他條了 這樣會講不完 現在進入到四十八條 那個知道 我講的意思知道 要修正好 來 四十八條 一位我跟你報告 郭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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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部長 才多少 被判多少年 所以不能說 一萬塊 兩萬塊 你看他才多少 我們就不必再講 我們進入四十八條 我們進入四十八條 來四十八條 來 四十八條 我們進入四十八條 結論是怎樣 前面 前面 第六款 照民進黨黨團 跟司法院的建議 修正 那 後面 就以本喉 加幾沒有 就是照 時代力量黨團的條文 簡單講 所以還是有 一千三款嗎 這樣 對 就是 照原來的嗎 對對對 那這裡還有一點 就是說 那個第六款的 剛才已經照民進黨黨團 沒有 現在這裡就是說 他的是 就依照他的本喉及加幾 各三分之一 那現在就是說 他停止職務還有 還有加幾嗎 沒有 沒有加幾 蛤 就本喉而已 不是 現在第三項 我們是講說 因為第六款 第六款他領的有加幾 所以那個加幾到底有沒有 不覺得 兩個條文都有 就第三項跟第四項 他因為第六款的室友 而停止職務 所以這時候 那個第六款是不一樣的 比較不一樣 第六款 那 現在就是在 第三項 時代力量跟民進黨 第六款都有加幾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問說到底還有沒有加幾 那這個 這個就照 照時代力量的 那個 呃 第六款 應該是 應該是有加幾吧 應該更加 他是身心狀況 不是因為 黃偉 這你知道他講的意思啦 這應該 好來 那個 那個身心狀況的 我沒意見啦 因為身心狀況 不可規則於他嘛 對啦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給他一些寬厚的處理 讓他可以維持他的生活 對對對 這件事情我一點意見都沒有 欸 所以第六款的部分 他是有加幾的啦 我是要問實務上 就是說當 法官或是大法官 他因為第六款而停止職務的時候 那時候還會有專業加幾 地域加幾 跟這所謂的 你們的這加幾就是 專業加幾 職務加幾 跟地域加幾 還會有還是沒有 沒有啦 只有職務加幾 對但是我們的法條 裡面是有 對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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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他修正一下 朝這個精神啦 就是 第六款 依民進黨的修正條文通過 就依你們的修正條文通過 但後面 後面 的文字修正 他們對於第六款 有加急是不反對的 但是對於其他的像貪污 他們認為 這個剛才 全是沒講過是扁縫而已 這個條文要怎麼寫 你們來調整一下好不好 好 那等一下 我們就回來 四十三條我們再做 那個 就說公務員他的 就說法官或是公務員 他的薪水的結構 通常是扁縫再加上加急 所以才會形成那樣的一個所得 那現在他停止職務的時候 如果說好 因為他停止職務 所以他沒有做職務 不會有專業加急沒有地域加急 沒有這個所謂的這個 專業職務還有地域加急的話 那這樣他的本縫其實是很有限的 那如果這時候本縫又只有三分之一 夠不夠他維持生活 所以其實我這裡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去看他 食物上到底還會比有沒有加急 那如果說食物上事實上 雖然寫了但事實上根本就領不到加急 但是我們又只限於他三分之一 這樣妥不妥當 需不需要把它提高 就本縫的二分之一 這個部分就是說是考量點 你是說是第六款還是所有貪污的情節重大 第六款他們就不反對 第三項 第三項 來好來 不好意思 我會提議休息三分鐘 那個詞到底有沒有加急這件事情 請考試院跟司法院對好 我聽半步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你這樣說 如果一般的公務員 請問叫考試院 一般的公務員是沒有加急 就是說你停職 對 就沒有加急 因為你加急是要 只有本縫 只有本縫對不對 對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那個加急是因為你的職務而來 對 你今天因為生病 你身心狀況不適合 當然不能歸咎於你 但是我寧可把你的本縫多給你一點 但是我加急就不應該再算了 你就沒有 你沒有在一起 你的職務不用加急 對 能不能這樣子 報告一下 這個在現刑法就是這樣規定 這部分沒有修啦 現刑法 現刑法它就是說這個 因為這個生病狀況的情況 是鎖定本縫及加急各三分之一 現刑法 所以你們的意思是說 實務上還是會給他這些的加急 現刑法就是這樣子 他這樣子 所以 他要修法 所以要看這個現刑法是不是合理 不要只講現刑法這樣 來 黃偉 我具體建議 就把事情搞清楚 一個時任法官 不用做太久 就是做五年就好了 十年也可以 你手上一定有個RUF的數字 他到底領多少錢 本縫多少錢 加急多少錢 把數字告訴所有立法委員 這樣才好做判斷啊 要不然大家都用抽象的概念 在那邊 抓數字啊 一個 幹五年也好 十年也好的實任法官 本縫多少錢 加急多少錢 把數字量出來嗎 這樣才好判斷啊 到底是說 各三分之一好 還是本縫二分之一好 要不然沒有數字 然後拿概念在那邊 炒空的沒有意義啊 是不是請司法院現在提供數字給大家 那沒有那麼困難啊 之前我在問陳鈺貞錢怎麼領的 法務部都整理出來了啊 還整理的巨細米夷啊 五五年大概本縫多少 我們馬上查馬上回報 蛤 這個馬上回報 因為人事單位在查啦 來 來 五年啦 五年多少 來講一下你直接講一下 欸主席 其實這裡的問題點在於是說 當法官停止職務的時候 他能來有本縫跟加急 我聽到啦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在剛剛的那個貪污的法官 我們變成只有追他的本縫 而沒有追加急 他貪污的就沒有加急 他在平常只有本縫而已啦 就沒有加急了啦 沒有啦 這個的話他們停止職務是還有加急 沒有啦 沒有啦 那是第六款啦 那是第六款才有啦 那是第六款才有啦 那是第六款而已啦 那是第六款而已啦 現在喔 第六款的處理 第一個就是把本縫提高二分之到二分之一 啊不然就是有加急三分之一啦 很簡單就是 看是要怎麼處理這個方向而已啦 所以我們要做決定嗎 那你怎麼做決定啊 那你怎麼做決定啊 來啊這樣啦 這個現行上很少 沒有啦 所以因為 你怎麼講一下 這個很簡單啦 齁 那這樣有沒有意見啊 還有 第六款的部分 來 司法院的意見是 針對第六款 其他的 其他的當然就是本縫嘛 那第六款的部分 要不要加急嘛 這樣子 我們希望是加急 那剛剛主席有在問說多少 五年的話大概多少 五年法官五年本縫大概三萬一千 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五啦 專業加急大概七萬六千 那也不多啦 還好三分之一 好啦 那應該 那應該是要有加急三分之一 是不可規則 第六款喔 第六款的部分而已喔 是第六款啦 齁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可以買 好 那這樣這個蚊子就做這樣調整 你們調整一下齁 好 這樣你知道齁 知道齁 好 來 我們進入第四十八條